第七十一集 第二天是星期天 上午下午都有两批学生来上课 岩石打扫了房间 拖了地板 洗完浴缸里泡的衣服和床单 在桌上放了一本旧货店买来的 民国三十年商务印书馆处的英汉大字典 然后坐在窗子旁边 等着学生们的到来 他虽然严厉 那些九岁十岁的孩子们还是买他的账的 这些孩子跟子叶那位人不一样 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已经变换了 像陆教授这样 二十岁考上博士讲学金出国留学 并且会四种外语的人 是比较接近他们偶像的标准的 岩石看看表 已经过了开课时间半个小时了 学生们全都逃课了 等到了十一点钟 第二批学生也该来了 但也还没有来 此刻他听见了二楼房间里 传来电视机的响声 这说明丹爵起来了 礼拜天上午 丹爵是专门用来睡懒觉的 谁都不可以打搭他 连刘亮都不敢 刘亮会在午饭前出现 总是非常周到的先来敲烟石的门 问未来的老泰山一声安好 扯上两句闲片 再上楼到丹爵的房间里去 因为流量的周到 烟石就要搜长瓜度地跟他闲扯 烟石决定避开今天的闲扯 这样的闲扯似乎使他的结巴加重 有时候两个肩胛骨都会酸痛难耐 紧张是心理现象 但是严重了 就会转化为生理现象 现在烟石的紧张只剩下生理现象 因为他的心里没有觉得紧张 只是他的结巴舌头和肩胛骨告诉他 他在紧张 自从婉遇去世之后 他的失眠越来越彻底 脱衣上床闭眼 只是尊重人类这个习性而已 也是为了对他自己有个交代 睡不睡是态度问题 能否睡得着是水平问题吗 他走到弄堂口 一个阿婆问他 陆教授啊 你好一点啊 严实不明白阿婆的意思 不过一般不明白的时候 微微地笑一下总是没错的 阿婆接着说 你儿子讲啊 说你身体不好 以后外文科不能教了 严实愣住了 但是他不能当着外人戳穿自己的儿子 不能让别家人看到自家人闹不合 于是又微微笑了一下 紧接着他就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每个孩子都交了五元钱的学费啊 他不交了 不就被贪污了吗 他一生中有很多的污点 但是这种污点从不曾沾染过 他连忙说道 明明后天 病好一点 就可以上课了 那些五块钱学费 让严实觉得老脸没地方割啊 哎呀 你儿子都替你把学费推给我们了呀 说你以后再也不交的了 严实又笑了 儿子容易吗 为了父亲的政治安全 这一回是大大的破费了呢 真是一片苦心 他对阿婆只好又是微微一笑 遗憾地表示 以后再说了 反正碰到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 最好的回答就是 以后再说 从国家社会到家庭 以后再说 解决了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 比如他陆燕石的彻底平凡 恢复名誉 他听到的都是笑咪咪的 以后再说 他坐了二十多年的牢 那究竟是谁的错 也是以后再说 丹绝跟刘亮要结婚 孩子们从郊区学校 转到市区学校的问题 也是以后再说 丹绝一共这么两间房 刘亮的大儿子已经十四岁了 怎么个住法 那就只能过其日子 以后再说了 有一天燕石问丹绝 什么时候把他做 无期徒刑犯的事情告诉刘亮 丹绝眉头一皱 还是那句话 以后再说 很可能这就是燕石 见了刘亮紧张的原因吧 这段无期徒刑 就像埋在家里的地雷 总有一天会踏响的 没有了学生 燕石干家务之外的所有时间 都可以用来腾写 他用记忆带出的 大荒草木的书稿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的视力退化了 诊断是似是而非的 叫做神经性失明 好在这种失明是慢性的 燕石将一点点的 从光明走进黑暗 进入彻底的黑暗 也许需要两年 但如果他能够很节省地 用眼的话 也许会有五到六年 燕石对医生笑了笑 没关系啊 看起来我会先死 然后再失明 是薛峰陪爷爷 去看眼科医生的 大学毕业之后 薛峰被分配到了 一家文学杂志当编辑 不用按时上下班 笼络好几个作者就行 并且 读那些知名作者的作品 大涨了薛峰的志气 也大增了 他自己当作者的信心 他把这个抱负憋在心里 根本不跟父母说 父母催他以哥哥为榜样 也要出国读硕士和博士 他就用以后再说 来打发父母 看了眼科医生出来 薛峰很久不说话 他在操心祖父的书稿 祖父注意到了 沉默许久的孙女 怎么不说话了 爷爷啊 我来帮你抄稿子吧 连薛峰都没有想到 自己会突然来这么一去 祖父也没有想到 孙女对他怀有多么大的同情 并且对他的书稿 是如此的心重 这些稿子 是不会在你们的杂志上发表的 我晓得 那你写他们做什么 写给我呀 还有呢 祖父和孙女的年龄差距很大 导致燕石拿那种 跟幼儿园小朋友的方式 跟薛峰讲话 还有什么呀 嗯 是写给恩爱的 燕石笑了 他觉得小朋友 真是善解人意啊 从这一天起 冯薛峰每天都来帮助祖父 抄写书稿 祖父背诵他储存在记忆中的文字 薛峰把它们如实地写在纸上 连标点都不会改动 祖父会这样说 感叹好 哦 等一下 还是句好吧 句好更好 时不时的 薛峰会被祖父的叙述 感动得热泪横流 也有些时候 薛峰又会被故事逗得咯咯直乐 就在祖孙俩忙着腾写稿子的同时 二楼的大房间里日新月异 搬进了新买的双人床 又搬进了一套 刘亮自己做的罗马尼亚式家具 丹爵已经开始稀疏的卷发 又被染得乌黑 牙齿被洗得煞白 冯主任也好 冯教授也好 最终还是做了刘太太 三个孩子中 两个小的已经住过来了 暂时跟刘亮 挤在丹爵隔壁的十五平方里 这天刘亮在晚饭前问丹爵 子叶不是说过 还是请爹爹跟他们去住吗 他已经停止称呼烟尸为伯父 改口为爹爹了 丹爵皱起了眉头 以后再说吧 刘亮还想说什么 但没有说出口 丹爵用眼光制止了他 当着老头的面 就谈重新安置老人的问题 那也太穷雄极恶了吧 这是丹爵和刘亮 去登记处领取结婚证的头天晚上 领了结婚证 他们准备到桂林度蜜月 这样可以躲过请客送礼闹洞房的那一关 班爵虽然分享了一些刘亮一家的通俗的幸福 但是闹洞房 他还是拼命抵制的 刘亮的父母当天晚上也来了 带了几方盒菜和两位表亲 烟石照本宣科的做了一个佛跳墙 紫叶买了两个菜和一瓶酒 这样就凑成了一个盛大的家业 学丰是最后一个父验者 看看把仙桌接纳不了他 便和刘家的三个孩子 以及祖父 一起到厨房另开一桌了 丹爵问了紫叶几次 钱爱月怎么还不来 紫叶回答得含含糊糊 到后来丹爵把哥哥拉到了厨房的小门口 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没啥事情嘛 丹爵笑嘻嘻地说 你一定要离婚啊 他知道只要这样一击 哥哥的实话就会脱口而出 哎呀瞎讲啊 我今天不想带他来 为什么 我碰到苏咪咪了 丹爵不说话了 这个哥哥 浑身长满了老茧 只有心上有一小块地方 没有长茧 为苏咪咪保持着鲜嫩滴血 丹爵很了解哥哥 他哥哥太爱苏咪咪了 这样多的爱 就是给一百个女人也受用不完 跟咪咪的偶遇 在哥哥的心里的创面上 撒了一大把盐和辣椒 咪咪的不变样不走行 让子叶自残行贿 咪咪咪迎面而来 旁边一个年轻的姑娘一定是她的女儿 但咪咪显得更加漂亮动人 见了咪咪之后 子叶无法马上跟爱月相处了 所以今天她要做一晚上的独身者 子叶悲哀地跟丹爵感叹 她觉得自己走样都走到什么程度了 走到的连秘密都不认得她了 而她愿意这样吗 子叶变成这样是不能怪她自己的 要怪就怪他们的这位父亲 丹爵对哥哥使了一个眼色 让他生意小着点 因为父亲和刘亮的孩子们 都在厨房里吃饭 子叶气呼呼地 这有什么 我又不是背着他讲这样的话 我当面不知道讲了多少次 丹爵不在里哥哥 回到客厅招呼刘亮家的长辈去 子叶稍微等了一下 想等情绪好转再进去 但他马上发现 一个人站在两个门之间 情绪只会越来越坏 也只好跟着丹爵再次走了上去 刘亮见子叶进来 一杯白酒 砰的一声 顿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 刘亮一喝起酒 就喝出了工人阶级的本色 喝得豪放挥洒 吵吵闹闹闹 每喝一口 都要跟对手斤斤计较 啊子叶 你的不满啊 这不算啊 我干了 你又没有干啊 你乱皮啊 喝半杯你漏半杯 喝到大家都大肚 都自顾自地敞开来喝了 刘亮突然说 子叶 你上次说要把 我老泰山接过去住的是吧 这个时候丹爵恰好离席 到厨房去看看 父亲和孩子们吃得怎么样 刘家妈妈和阿爸都停下了筷子 一声不吭 满嘴的菜 原地搁置着 子叶看了一眼刘亮 怎么了 啊 没怎么 就是丹爵不相信 你答应过要请老太爷到你们家住 我跟他说 是你主动说的 啊 我是主动说的 哎 你跟你妹妹讲清楚 我没有赶老太爷的意思哦 刘家二老嘴里的菜 还是原封不动地搁在了嘴里 子叶的脸由红而紫 由紫而黑 假如此刻学风兄妹在场 看见黑了脸的父亲 他们一定会撒腿就跑的 这是父亲在打哑雷啊 紧接着拳头或者是斥骂 就如暴雨一样会下来的 但是紫叶碍于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都在场 也顾忌到明天是妹妹的大喜的日子 妹妹活了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嫁人呢 第一次摘掉老小姐的帽子 所以她忍了 又喝了两口闷酒 紫叶毕竟是紫叶 她必须要还击了 只不过是变了一个方式 紫叶把一张脸笑得稀里糊涂的 我妹妹跟老太爷的感情那是好得很 我家老太爷走 他是爽不得的 你们家比我们家大呀 我们这么多孩子 老大都十四了 不能总是跟两个妹妹住在一间房吗 丹爵刚刚从厨房进来 他是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才赶过来的 他早就知道 在刘亮眼里 他的住房条件 给他的脸剪去了几根皱纹 但他没有料到 在刘亮看来房子比自己漂亮这么多 他喜欢刘亮 但是他更厌恶刘亮的试快的内心 他但愿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份喜欢能战胜这种厌恶 紫叶说道 小妹啊 你是不是不舍得老太爷住到我家里去啊 紫叶这种替人说话的腔调让刘亮火了 住到你们家 省得你们把这个脏床单脏衣服拎来拎去啊 这不重啊 刘亮 丹爵小声但严厉的呵斥着 紫叶到底是陆家的骨血 这种场合还是要体面的 他对妹妹笑了笑 表示刘亮并不会得罪她 他和妹妹几十年的患难兄妹 什么都有数 什么也离间不了